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日本的饺子店 但是没有人自己拿 自己拿完之后呢 在那付钱 这个一盒是36个1000日元 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30日元 30日元1块钱吧 1块5 比饭店要便宜 饭店大概10个就得1000日元 这里还有一些面 面食 这个面也是1000块钱 这是价格表 这个小地方的人比较朴素吧 但是他这里也有摄像头 然后你在这自己把钱投进去就行 反正就是无人售卖的这种方式 因为他这里也有摄像头 所以我估计小偷也不敢造次吧 一般小偷也偷饺子 他也肯定是流浪汉 吃不上饭 但是日本这种 人家这个福利好 他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有个老大姐进来买了 我就走了哈